在没有一个制空制海的状况之下 连8万人登陆 你又没有第二波的资源的话 这8万多人 你无疑就变成了赶死队 这个是不符合军事战略当中 两栖作战的原则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之说的主讲人 张有华 美国众议院的兵推 现在总算结果出来了 那最近一两天 台湾的媒体大幅度的报道 说共军如果要武统台湾的话 有80艘的战舰会被击沉 然后有8万人可以登陆 这是他的结论 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 众议院的兵推 完完全全叫做政治兵推 它不是军事战略上面的兵推 军事战略的兵推 不会推得这么肤浅 就是说我们看美国历次在海外用兵 都由参国首长联席会议里面作战计划书 他们拟定的各种作战计划 就是美国第一次参加海 第一次进行海湾战争 第二次的海湾战争 都是按照美国参国首长联席会议的作战单位 他们进行的各类型的兵推 兵推的非常的精神 但是众议院的兵推讲到了什么八十艘战舰 北极城八万人登陆 那他的兵推是有一个主题 就是登陆 那我现在想问各位 台湾 坦白来讲 现在呢 台湾的陆军 海军 空军 是配合美国 他一再弄红色滩头 但是他没告诉民众的 他也没告诉大家的 是这一些滩头 都是迎级兵力 台湾西海岸都是迎级兵力 那东海岸可以适合 十级兵力 那换句话说 迎级兵力 各位去算算一个营 一个营 最多最多最多 不会超过500人 然后各位也可以看得到 像中国大陆的登陆载具 你马上你就可以联想到 中国大陆一次要上来八万人 谈何容易 那最重要的是八十艘战舰会被集成 他没讲究竟是美国集成的 他还是所谓台湾集成的 那他卖给台湾的东西 鱼叉飞弹120公里 台湾最多只能打到澎湖 比台湾的雄山 射程还要短 那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台海能不能容纳八十艘战舰 谁能够提出这个答案 我们看二次世界大战 就台湾海峡这一段 你来说好了 台湾海峡这一段 事实上美军很少通过台湾海峡 因为那个时候日军占领了福建 占领了福州 他也占领了厦门 也占领了金门 那在台湾 他有一个台湾军司令部 这两方配合之下 只要启动陆军的基地 然后用空军进行轰炸 所以各位来看 美军登陆到莱特湾 从莱特湾然后就转到菲律宾海 他们是沿着太平洋西上 所以台湾的蓝羽绿岛 还有包含台通 都是被美军轰炸过 就是换句话说 台海的战场的空域跟水域 实在是太小 你一次要出动那么多的船舰 空军跟海军 要想达到指挥控制的目的 是非常的困难 这个才是兵推的重点 美军在二次世界大战 没有很少进出台海 当然有了 只是通过而已 因为他怕来自空中的威胁 那所以我们今天去看这个兵推 他说八十万 那我想请问 这个八十万是用什么方式集成的 是用B1一滴呢 还是核子攻击潜舰呢 不知道 还是说陆基的板舰飞弹 就是说中国大陆 如果是有八十艘被摧毁的话 就证明了一件事情 自空权老早就已经上市了 自空权老早上市 那否则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自空权既然上市的话 怎么登陆 他说八万人登陆 各位去把载具稍微运算一下 八万人登陆 哪一个国家他有这个实力 能够一细间登陆八万人 在没有自空权跟自海权的状况之下 那所以这种兵推 就是一种政治兵推 也没什么好讲的 但是现在话说了回来 美国不妨做一个兵推 就是撤侨 就是说那你测测看 你美国在台湾是有25万人 我们不讲印尼啊 我们也不讲日本 我们就讲有海权的美国 你干脆演练一次撤侨计划 看看你的空中航道 你的水中航道 就是安全航道的开辟 我想请问美国怎么做 事实上美国应该兵推这些东西 而不是说一天到晚 去弄一些无谓的兵推 造成海峡局势的紧张 那当然现在美国的战略 已经就是这样 反中既然成为主流 那他当然需要用 耸动的标题 或者耸动的兵推 来告诉大家 中国大陆的威胁 对于人类的威胁 跟亚洲的危害 那有多大 那事实上这是一个政治宣传 政治宣传的东西 坦白说 你不管怎么评论 他的态度立场还是这样 所以我说 众议院的兵推说 集成80艘战舰 80艘战舰就是证明 中国大陆的制空权 反正已经没有了 所以战舰才损失惨重 既然没有制空 而且战舰的损失惨重的情况之下 还有8万人登陆 那就是各位可以回想一下 在没有一个制空 制海的状况之下 那8万人登陆 你又没有第二波的资源的话 这8万多人 你无疑就变成了赶死队 这个是不符合 军事战略当中 两栖作战的原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